我在几天前收到Fancy的一个Message 给大家 杜律师 你好 这个星期六月四九号是父亲节 也是杜律师的特别节目 但我们却没有成功抢到票 我可以要求请你点一首 女儿唱给爸爸的爱的歌曲给我爸爸听吗 可以是唱英文歌吗 因为我爸爸是接受英文教育 如果能荣幸请求你唱这首歌 你可以分享这首歌的视频给我看吗 我十九岁就结婚了 所以我在我的原生家庭只有短短的十九年 往后的二十多年呢 我都是在夫家和自己的家庭长大 但婚后 我仍然想有我父母给我满满的爱 爸爸总是会把最好的都给我 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富裕 但只要我和姐弟妹们喜欢的东西呢 爸爸妈妈都会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 也许这就是一个爸爸对孩子们的爱吧 33岁才成为父亲的他 最疼爱长女的我 小时候我是四姐弟当中拍摄最多照片 要迟到四十多年前 拍摄照片是最多奢侈的事情 但爸爸却拍摄了很多我儿时的乐趣照片 在我印象中 爸爸是个内向又温柔的男人 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看过他发脾气 就算我们儿女做错 他也从来不责备我们 他都是温柔地指导我们事情的对错 他也从不对妈妈发脾气 在家在外都是柔顺地对妈妈说话 虽然我的父母没有让人羡慕的爱情 但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真正夫妻相处知道吗 他们互相尊重 宽容大度 妈妈也陪伴爸爸 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相伴 一生认定 爱就在哪里 今年的父亲节 也许将是陪伴爸爸的最后一个父亲节 写这篇文章给杜涵面子 爸爸已经有毛鲁饼 不能吃 只能喝少许的牛奶 一直躺在饼床上 我们也知道 他剩下的日子不多 也早有心理准备 接受他即将的仪式 爸爸 不错 请原谅过去 我陪伴你的时间太少了 我感谢他给我生命 感谢他如此的深爱我 感谢他给我的一切 我们只知道 树欲紧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带 我们只知道 失去了才来后悔 却没有想过 在没有失去的时候 自己该怎么做 希望这两句话 能让朋友们有所改变 当父母还在时 珍惜时光 好好地孝顺他 珍惜身边 Dad You're my hero 过后呢 我就发 短信给他 他回我 我说 你要来吗 如果我弄到票给你 你要来吗 他回我 杜律师你好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留三张票给我 非常伤心地 刚刚接到娘家的消息 他爸已经不在 这个父亲节 我真的不能再陪他度过 然后Fancy 他点了这首歌 叫Dad You're my hero 如果在座的各位方便的话 我希望你们能像我这样 打个电话 给自己的父亲 说 爸 我有一首歌要唱给你听 HELLO HELLO 妈 爸 爸爸在吗 在啊 OK 你开耳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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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讲话 爸 OK 爸 爸 听到吗 谢谢你啊 OK 爸 我们现在在 音乐会 然后现在每个人都在听到你讲话 然后我们 你开着Flow speaker 我们唱歌给你听 OK OK 爸 我们现在在 音乐会 然后现在每个人都在听到你讲话 然后我们 你开着Flow speaker 我们唱歌给你听 OK 我们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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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歌 我们唱歌 我们唱歌 你们唱歌 Cause you're my dad I'm twice as blessed and lucky So lucky to be me Okay, I have to continue with the show Okay, bye